如果他一路外传,11月才搞二十大 但是现在提前10月16日就讲二十大召开 所以就是万众瞩目 但是大家不会有期待的,因为大家知道了结果 好像你啊Lucy你说的,究竟习近平会不会连任什么 社哥油在这里说,百分之一百 大家不要想又说什么习下理上啊 辞退一个职位,换几个职位 这些真是吹出来的 就是他一路传出来说他可以去二十,又说去哪里去哪里 但是奇怪啊,他本来又说出访 又没有行动啊 就是很多这样的消息出来,他就益測 但是现在大家期待的,只是一样东西而已 就是防疫征冲,有没有时间表 就是现在期待这一样东西 现在你哪个做皇帝 who care 真的不关我们事 现在就是希望一样东西,你还要玩到什么时候 一个和重型感冒无差别的东西,你还要玩到什么时候 你现在各个地方,你看这一两个 全国上千万的大城市,差不多封了一半 你的经济是不是真的不玩呢 人家要不要吃饭呢 我真的问最简单的东西,我真的不傻 我没有中南山,中南山之前,之前有一个博文推 是莲花清溫膠囊啊 可以人家不行,我们不行啊,可以医病 又说国药科兴搞得行啊 喂,打了三十亿剂的国药科兴了 莲花清溫膠囊,大家吃到肚饿了 如果行的,为什么还要封城呢 蛤?那他的防疫经费,那里数以千亿,数以万亿的哦 是否应该拿出来,大家看看 我不是查数,大家有个明白 就是这几年大家的苦日子 我觉得韦国加拿的苦日子是值得的 就是拿出来,大家看看 究竟和中南山有关的,那个什么集团啊 究竟是在这个防疫里面呢 就卖了多少亿给政府 然后发觉原来没效的 那是不是应该拿回一些沙场啊 大家对不对啊 那些研发科兴啊,割药啊那些 大家知道原来都要封城的 那是不是又要和他计算数啊 就是这些韭菜是不是要割一下啊 就不要把你生成一棵韭菜树 你割都割不了,是不对的哦 是不是啊,大家公平一点嘛 所以现在就很多消息传了出来 就是又说 阿习的侄子啊,亲侄啊 就原来就和他的疫苗生产有些关系的 怎样怎样 为什么他现在不写这个防疫政策啊 就是这些是传出来的 但是没有证实的消息 就是大家其实呢 对这个二十大唯一期望就是这个疫情 这个政策 什么时候过 什么时候过 就算你说现在过不了 就是你要交个时间表出来 三年了 三年了,真的三年了 还有几个月三年了 到十月那个时候 再来四个月就足足三年了 就是你到今天还用回 两年多前刚刚爆发的时候 粗暴野蛮的手段防疫 当外国已经不戴口罩 已经不当什么是一回事 你都还要这么紧张 歇斯底里这样去 我看到那些片子真是弥补 那些人一不戴口罩就去戴口罩咯 拳打脚踢 大佬当那些人是畜生那样 有没有搞错 真的有没有搞错 就是是不是离谱了些 就是这些在防疫政策 已经落到下面最基层那里 已经扭曲了 就是那些权力爆发了 拿着一支鸡毛 哇原来这支是关刀来的 就是这样的 这些东西要找数的 官逼民反历史上不是这些咯 人家不是尋印之士 不戴口罩 不记得戴口罩多么闲 有时候去茶楼吃东西 放下口罩在自己的 背囊那里 然后去厕所 紧急去厕所 不记得戴口罩 经常会有 要么你就罚他钱咯 对不对 你用什么拳打脚踢 哪条例子又给你这样对老百姓 就是你这些情况 我觉得你到今天呢 你这么多事件发生 还有你整个中国的经济 不是我说的 国务已经公布了出来的 全部是赤字 连头上海还有盈利的 全部是赤字 李克强总理最后震备一呼都说 大哥那五个中央收入大省 你要保证一定有钱交上中央 就是变相告诉大家 中央墨水 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真的要有一套很妥善的政策 说回来 就是你 哪个做皇帝 中国的老百姓很得意 是没什么所谓 就是我有蛋饭食就可以了 中国人是好好管理 我有蛋饭食就可以了 华之你 性责是好胜利 好胜什么都好 是不是 哪个做皇帝没所谓 中国就最重要 老百姓很得意 但是现在你明显看到 这三年极端防疫政策 连墨田都不让人去割 那些乡镇干部 那些村委 那些什么代表 这条鸡毛呢 那把关都大佬 哪个农民敢下去 就全而全而 那些 那些其他村里面的那些职业分子 就这样借来 那你就没有 那些米就协收 稻食协收 糧食协收 你就出事了 是 现在中国团粮 全世界百分之五十的粮食 在中国 中国已经团了粮 他不担心缺粮 因为他自己 自己是 他一旦受到制裁的话 他各局封锁的话 他怕一无粮食的话 那些华姓会造反 也会有计算过这样的 所以他一定团了粮 填满了粮 那 他解决到的 就算是 就是 吴乐田收割 那些和和道友 他死 都 一年半掌我不死 一年半掌我不死 相信 但是现在整个国际 关系搞到这样 因为这个防疫政策 令到你越来越 敗关 越来越锁 再加上很恐怖 就是这一两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出了一篇东西 他说八国联军 或者名称 八国联军 是外国 再加上这个名称的 其实不是闭关所国 是 就是 还有某个人说的 都不是 对闭关所国 不是那么负面的 他的名字 什么 什么 啊 他有个名字 什么 不是说闭关的 啊 他有个四个字的名字 他创造了很新的名字 意思就是说 他都 闭关所国 其实对内循环呢 都不是一件坏事 就是他的主船都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中国继续行这一套的话 那么 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呢 的繁明呢 就是中国入世之后的繁明 这一二十年的超级繁明呢 不可能再出现 不可能再出现 大家真的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但是如果我们领导人觉得 行朝鲜这样都挺好啊 就是全中国朝鲜化不错啊 共产政权千秋万代 金家政权千秋万代 不错啊 就是如果他这样想的话 就是恭喜所有在大陆生活的人 就是除了恭喜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包括恭喜我们香港人 就是大家万传续没看的 就十月十六啊 基本上大家留意就是 只是那个方向 你要不要改变 是这样的 你讲的不是说被关锁过 而是自主限官 是的 自主限官 就是很老实地说 他又不是闭关 自主限官 就是闭关所说的 就是你讲了新名词 是新的 一走是旧的嘛 就是旧平新走 是不是先 就是 就是这些骗不了人的 就是人家一发生 多少粒米落肚 人家知道的 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 就是这个 你觉得李克强 胡春华 汪洋 赵乐志 韩正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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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入常那几个 跑马仔人选 跑马仔人选 现在的 陆常委呢 这个韩正一定不能留的 这个 这个 烧了 烧了 你一强 我会觉得他会升上人大 升上人大 汪洋 还是这个胡春华 接总理呢 我觉得胡春华接的机会 比汪洋 大 汪洋 可能他也是保持着这个政业副主席 啊 政业主席 sorry 那这四个 胡春华接总理呢 我觉得胡春华接的机会 汪洋 和陈敏尔 重庆的陈敏尔 嗯 应该会入常 看到的 你 很有趣的 李强能不能入常呢 但是这个 李强 陈敏尔 大家见不见重庆 火炉 山火 山火里面做核酸 就是这些很多消息 就是哪个入常的机会呢 就哪些人 管治区那里呢 就出大事的 就是被人踩下去的 别有用心的人 占博 李强的上海 也封到一塌胡同院 星再度啊 是不是呢 那李强和陈敏尔 丁舍强 这些有机会 就是新入常的那几个 他觉得 王虎宁不是 会下来的啦 就是你七七八八啦 那这些人 应该在北大河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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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路就应该胡春华 正路应该胡春华做 应该是他的 李强呢 李强呢 李强 李强就是做人大委员长 因为核战书要下来的嘛 年纪爆了嘛 嗯 所以 我假设在寂寺方面 哪得 这个姑娘 不是 多少 解难 终于 终于